麦寮的星级社区原本是云林县最小最贫瘠的村庄 但在社区理事长以及在地艺术家的努力之下 不但成了大人小孩休闲的好去处 也是村民联系感情的地方 两层楼高的溜滑梯造型相当可爱 小朋友跑上跑下玩得不亦乐乎 原本要回收的养猪专用饲料桶 经过改造变成儿童幸福游乐场 他这是管政府那时候城乡PK赛 他的补制是20万 我们这个法律师家两个都会 尤其这一家最恐怖 那时候当时在做的时钟是天气很差 为了要关那个时间 把那个时间来完成 所以大家拼到连民间拼到好也在做 利用我们林历老师他的手业 他的手业真的不简单 他的手业到他的想法 可以说很不简单 他都要做技术性 这个云林最大的溜滑梯 是今年社区PK赛的傲人成果 只用20万经费做出200万的效果 最后在66个社区中脱颖而出 荣获银牌奖座 我也希望说 他先去社区可以带动整个困难 社区因为毕竟这个社区 是从欧乐方面 他如果做得起来 我相信今天的社区也都做得起来 新奇社区曾经是云林县最小最平级的社区 因为参加品味生活 社区环境营造竞赛 让整个社区居民动了起来 现在人家问说 出现你们住在家里 我们住在买了的生亡 在教授我教授这边 我们住在生亡 我现在生亡得不错 社区整个的环境 整个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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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得很漂亮 而且而且很有意义 很有技术的感觉 输人不输政 依照晋级名次 分配经费比例的社区PK赛 在居民们的同心协力下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丰硕成果 新唐亚特电视 邀利芬 台湾云林采访报导 好样formosa带您看见台湾的美好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